种的芦笋已经开始破土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立体栽培三种作物当中的一种芦笋 地下种芦笋 地上呢 这个架子上 种的是无土栽培的番茄 这是第二种作物 第三种作物就是大棚两色 然后把这空间充分利用起来 种的是盆栽蔬菜 盆栽蔬菜目前在城市里面非常受欢迎 论盆去销售 这是也是刚出来 这个播种有点晚了 整个大棚是三种作物 同时栽种 基本上把这个大棚的利用率提高了非常非常大 这样的栽培就可以把利用率提升以后呢 你的这个经济效益充分的提升上去 你像这个番茄呢 基本上到圆圆底二月初就可以采摘上市了 而下方种的芦笋呢 基本上也是在春节的时候去上市 然后到七月份八月份这时候 这个番茄全部结束 而下面的芦笋呢 销售结束以后开始养羊子养根系 正好是在七月份八月份 然后到十一月份的时候 第二年十一月份同时 这个下面的芦笋又开始上市了 而我们的盆栽栽呢 基本上是从十一月份开始 一下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份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一盆销售出去以后呢 我马上再补一盆新种的 这样的话 随缓着去种 你看这个是一百米的棚 一百米的棚立体种植的盆栽栽 将近是一千八百盆 目前市场售价是一盆十五块钱 盆栽和这个里面的叶康啊 是需要回收的 进行效益是非常高的 建造一个大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 一定是 充分利用它的里面的面积呢 结合我们种植的作物 采用立体化 多样化种植 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的效益会最大化 谢谢大家